和沈青绝成亲五年 他仍然对我冷淡至极 直到我难产血崩 救命的太医被他带去了郊外别院 我这才知道 他在别院养了一个姑娘 已藏娇数年 重生后 我看着满店的青年才俊 掠过他 指向那个前世早死的顽固小侯爷 而沈青绝红的眼塞给我一把匕首 颤生说 阿叔 我知道你也回来了 前世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拿命还你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屋子里满是浓重的血腥味 铲篷满手是血 惊恐地看着我 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在一点点流失 但我不想死 抓住身边人的衣袖 我强撑着问 去请太医了吗 屋子里的人突然哗啦啦跪下一片 个个抖入筛康 太医呢 我咬住下唇 不让泪落下 太医在哪 片刻 有丫鬟梗声回到 太医院的太医 皆被大人带去了京郊 说是替您看诊 替谁看诊 屋内一片死寂 替谁看诊 我忍得痛力声发问 是前些年在围猎场救下大人的林姑娘 她似是 摔回榻上 身下的痛思要把我撕裂 良久 我看着屋顶轻轻笑起来 那年秋冽 沈清爵深入丛林 却与众人走散 偶然被一个派去寻她的宫女所救 那宫女割肉似虎 就吓了沈清爵 太后要封赏于她 她却怎么都不肯 只求来沈府做一个洒嫂丫鬟 沈清爵当场拒绝 并替那宫女求了一个出宫的恩典 那宫女哭着求她 她却冷声说 如若在纠缠 她便把命还她 众人见此皆艳羡我们夫妻和睦 只有我自己知道 她平日里对我有多冷淡 后来我也问过那个宫女的去处 沈清爵却让我不要插手她的私事 当时我几乎难堪得无地自容 我与她多年夫妻 到底什么才叫公事呢 我笑出了眼泪 手指抚摸到小臂上的伤疤 那是我在围猎场寻她时摔下马 被捕受加划伤留下的疤痕 凭什么呀 沈清爵 我紧紧掐住掌心 不知是哭是笑 你的恩情 凭什么要我来偿命 我没想到自己会重生 还是在泽旭这日 满店的是家公子 我一眼就看见了沈清爵 她一袭素色衣袍 坐在大殿一角 摇摇地盯着我看 神色怅然 沈清爵出身寒门 虽是心科状元 却也是没有资格参宴的 是太后亲自下的令 因为她怕我受委屈 认为沈清爵为人正直清白 父母都已过世 家里也无兄弟姊妹 实在好不过的人选 我还记得 前世太后私下问她 愿不愿意娶我 而我躲在屏风后 攥着帕子等她回答 我听见她说 她愿意 我仍是不安 便又拆人去问她 是否真的愿意 若不愿 也不必勉强 派去的人带回一张字条 她亲手写的 只愿与清白头偕老 生生世世 为亲一人 于是我日日期盼 一针一线 绣好了自己的嫁衣 满心欢喜地嫁了过去 却没想到 等着我的 却是无尽的冷落 和令人耻寒的背叛 人心当真信不得半分 阿叔 今日满京世家公子都在此 你可有心仪的人选 太后笑道 哀家替你去皇帝 那求一封赐婚圣旨 殿内书然寂静下来 我环视一圈 最终与沈清觉对上视线 她眼底波澜似起 几乎抑制不住喜悦与激动 没有犹豫 我指向她的方向 那位郎君 娘娘您看如何 是新科状元 依哀家看 是个 娘娘 错了 我称怪道 是靠着柱子的那个 沈清觉豁然变色 众人的目光都望向她身后 那里吊狼当 已坐着一个红衣少年狼 手里还提着个酒壶 正往嘴里灌酒 似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侧目往殿上看过来 正与我对上视线 我礼貌笑笑 她似是有些错愕 但也对我微微仰了仰下巴 算作打招呼 阿琳 太后也望向她 那少年还在状况之外 听见太后的声音 站起来挥挥手 黄祖母 苏儿在呢 我起身跪下 扶手道 臣女心愿为小侯爷以酒 请太后娘娘成全 背后响起 磁瓶碎裂 和碗碟落地的声音 沈清觉一态全无 跌跌撞撞冲上殿前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不是的 阿叔 不该是这样的 我看着她狼狈的模样 冷声道 沈大人饮多了酒 都开始说胡话了 太后面色复杂 阿叔 我没有再看沈清觉一眼 只坚决道 臣女心一位小侯爷 非她不嫁 太后没有立马做决定 又转而去换卫林 阿林 你呢 少年狼四十有些醉了 声音有些软 三妹妹心悦我 我掐住手心 向卫林望过去 却见她灿然一笑 道 那便嫁过来吧 左右侯府房间多的是 我舒出一口气 我呢 阿叔 那我呢 沈清觉扯住我的衣袖 神情既然 我又该怎么办 我一点点把袖子 从她手里拽出来 浅笑道 大人 还请自重 卫林是长公主独子 刚出生就被封为林安侯 受尽宠爱 平日里醉喜饮酒 醉了便随便找个屋顶躺一宿 来往的朋友 皆是乞丐白丁 就连路边的狗 都能与其称兄道弟 惊动她若称顽固第二 便没人敢称第一 人人都尊称她一声 为小侯爷 却都打心眼里瞧不起她 但就是这么一个顽固 在塞北战乱时 独自带兵之园 驻守了整整三年 最终死在沙场之上 尸体被马蹄踩踏得破碎不堪 只寻回一只断臂 想到这儿 我坐在马车里叹了口气 她今日以强饮酒的肆意模样 我便觉得 她这样的人 是该好好活着的 正这么想着 便听马蹄高声喊道 郡主 到原洗楼了 我回神 提讯下车 定的房间阴在二楼 我跟着殿小二王李走 手腕却陡然被人攥住 下一瞬 我就被拽进了一个房间内 门被抵住 沈清爵攥住我的双手 将我压在门后 我和他离得极近 近得让我恶心 也许是看清了我眼中的厌恶 他的脸色猛得一白 阿叔 我知道你也回来了对不对 他嗓音沙哑 前世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拿命来还 沈清爵往我手里塞了一把匕首 刀锋直指他的心口 他带着我的手将匕首往心脏伸入 某种满是哀求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他话刚说完 一道欠揍的声音 就自窗口传来 沈大人 你好像一条狗哦 我寻声望去 看见魏林一只手抓着窗帘 正吊在半空中晃荡 我们家三妹妹胆小柔弱 你把那等力气塞在他手里 当心吓着他 魏林纵身跃进屋内 似利刃出窍 势不可挡 一个悬身 便把沈清爵踹出老远 动作之快 甚至只能让人看到一道残影 沈清爵堪堪站稳 捂着胸口哑声对魏林说 魏小侯爷如此对待朝廷命官 怕事多有不妥 魏林已到墙上 把我严严实实地挡在了身后 闻言挠挠耳朵 怎么 你要告状 他眨眨眼 勾唇一笑 十分欠揍地道 魏 三妹妹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 沈清爵的脸色 煞事变得十分精彩 我没忍住 低笑出了声 沈清爵抿了抿唇 转而又向我说 阿叔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在叫谁阿叔 魏林望向我 三妹妹 你和他很熟吗 我摇摇头 配合道 不熟 听见没 魏林挑眉对沈清爵道 我们家三妹妹和你不熟 说着 他握住我的手腕 带我出了门 故意嘀咕道 三妹妹 你以后出门可得小心点 现在城里可不安全了 到处是乱废的狗 身后沈清爵 又不死心地喊我 魏林利索地叫门一甩 把他的声音隔绝开来 一直走进我和他 事先约好的包厢 他才松开手 我正了神色 端正行了一礼 韩叔谢过侯爷出手相助 魏林拎了酒壶 随意坐下 挑眉回道 三妹妹说的是哪件事 我知道他在说婚约 便又行了一个礼 道 约侯爷相见 也正是为了此事 婚约一事 是我擅自做主 侯爷想退婚 我也绝不会有半分怨言 我低声道 只是事出突然 我只恳求侯爷 能否把退婚一时暂缓 只要时机一到 我自会请太后娘娘 收回一旨 三妹妹已在大殿上说过 心愿于我了 魏林撑着脸 偏头道 这么快就退婚 若旁人以为 我有富于你可如何是好 我一时愣住 你也知道 我这名声实在让人抱歉 魏林叹道 哪天死路边了 怕是都无人肯替我收尸 我心脏猛的一次 看了我一眼 我闽唇避开她的目光 轻声道 侯爷扶大命大 定会长命百岁 她轻笑一声 那就借三妹妹急言 拿婚约 拜托三妹妹先等等 魏林咽了口酒 嗓音清零 等我什么时候 能被天下百姓 夸一句豪儿郎时 三妹妹再去求退婚圣旨吧 那得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小声道 她叹道 对呀 要等好久 成名之前 须得背着一个婚约 我亏大了 我醋眉 似乎哪里不对 但不等我细想 所以三妹妹要补偿我 她身上的酒香醉人得很 我的脑子晕乎乎的 下意识问 怎么补偿 怎么补偿 魏林呢喃着凑近我 离得太近了 她下巴上的小痣 在我眼里都清晰无比 我顿时有些无措 眼睛一时不知道往哪里看 便只好死死盯着那理智 魏林轻笑一声 声音蛊惑极了 补偿什么好呢 我紧张得几乎要窒息 手里却突然被塞进了一把钥匙 正愣着神 便听见她说 侯府太大 钱财我也没怎么清点过 你若有空 就来帮我理理账本吧 掌公主是皇上最疼爱的宝妹 而魏林又是掌公主留下的唯一血脉 自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连安侯府有钱 而且不是一般没有钱 她就这么 把侯府库房的钥匙给我了 我故意打去 侯爷就不怕韩淑顺手牵羊 魏林勾唇一笑 三妹妹有喜欢的拿去便是 若有拿不动的 就尽管使唤侯府吓人 她的话刚说完 门外就响起两道敲门声 魏林皱了皱眉 站起身来 时间不早 我先走一步 她拉开门 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 偏头对我说 什么时候来侯府全凭你心意 侍卫不会拦你 说完 她便走了 看着她急切的步子 我有些疑惑 前世魏林身上无一观半职 只去往塞北时 被封了将军 现在这个时候 她应是无视一身青彩队 是什么事让她这么着急 一直到宫中 我仍然没有头绪 我一边由神一边向外授公而去 有路过工人行李 我随意一瞥 却看到一张极其熟悉的脸 前世的记忆 与死前的痛苦 瞬间涌回脑海 我手脚冰凉 几乎快要喘不过来气 身后宫女大惊失色 忙上前扶住我 我掐紧手心 努力让声音平稳一些 最左边的那个 把头抬起来 那宫女跪在角落里 身姿很是婀娜 宫里有规矩 下人不能指示主子 她却很大胆 抬头指示着我 目光灼灼 不难看出其中的恨意 恨 她为什么恨我 我和她素未相识 第一面应是在半年后的围猎场 难道 她也重生了 咽头一起 我的几股顿时生起一阵凉意 我们盛世见过 我试探地问 奴婢不曾见过郡主 她把眼睛垂下 遮住了毛子里的情绪 但奴婢有一位故人 与郡主是熟识 故人 我的脑海中 闪过沈清爵的身影 正要继续追问时 她又抬起了眼 死死地盯着我 问 郡主知道被人背弃的感觉吗 我闽唇望向她 低声说 我知道的 她一愣 傅又痴痴笑起来 模样有几分疯癫 郡主这等金尊玉贵的人 天下男人皆拜倒在您的裙下 又有谁敢背弃您呢 您高高在上 有太后皇上的宠爱 还有百姓的爱戴 你什么都有 为什么还要去抢我的东西 她已然失智 突然间叫着扑了上来 我只有她了 我一时不察 被她扑倒 后脑勺刻到坚硬的石板上 瞬间便失去了意识 一片黑暗之中 我恍恍惚惚往前走 在快要触摸到光明时 听见一声压抑的哽咽 我寻声望去 看见沈清爵跪在地上 满脸的绝望与悲伤 对不起 她死死地握着我的手 一遍遍向我道歉 阿叔 你睁开眼看看我 我错了 你睁开眼睛好不好 她就那么守着我 守了整整七天 我身上的鞋早就干了 凝结成一个个褐色的结块 一群也都粘在身上 可沈清爵却不肯让我下葬 更不许别人靠近我半步 府外早已聚集了御林军 太后气急攻心 吐出一口血便晕了过去 皇上也已经下旨 收回她的守府之位 并言明若交出我的尸身 可饶她不死 但沈清爵仍紧闭府门 并命四军把守四周 她擦进我身上的血迹污渍 给我换上当初新婚时的喜服 为我描眉晚发 香粉掩不住 我身上散发出来的湿臭味 就连远远看着 不敢上前的下人们 也都捂住了口鼻 沈清爵却像门不到一样 抱着我坐在了院子里的桃树下 因为我爱吃桃子 成婚之后 沈清爵便亲手种下了这棵桃树 她命是从日日精心照顾 可桃树接的果子 却一年比一年少 甚至越来越苦 我被诊断出有孕的那一年 桃树也彻底没了生机 如今看来 这大约是上天给我的警示吧 酷败的树下 沈清爵紧紧搂着我 低声说 此生是我对不起你 若有来事 我定不负你 她把我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地上 自己转身进了屋子 在出来时 她也换上了成亲时的婚服 而手里 却握着一柄长剑 太后以命御林军 不惜一切代价 进入首府府 院墙外厮杀声混杂不堪 沈清爵面色沉静 将长剑架在了自己的脖梗之上 院外的厮杀声 已经越来越近 她毫不犹豫地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甚至有几滴落在了我的尸体上 长剑坠地 她亮腔地倒在我身侧 含笑望着我 艰难地说 阿叔 我来找你了 这句话对我来说 简直是这世上最恶毒的诅咒 我都已经死了 她竟还不肯放过我 我厌恶地撇开眼 身体却忽然感觉到一阵强大的吸力 再就要被吸走的那一瞬间 我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 暴躁又心疼 狗东西 你弄脏她了 把那个宫女拖出去斩了 还有户主不当的宫女下人 都给爱家彤彤仗毙 耳边的声音逐渐变得清晰 我有些费力地睁开眼 杨酿 太后见我醒来 盲心疼地握住我的手 头还疼吗 我轻轻摇了摇头 杨酿 我没什么大碍 这是和我的宫女无关 您就不要罚她们了 太后叹了口气 无奈道 不罚不罚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那个宫女一定要罚 太后的脸色沉了下来 疯疯癫癫 也不知道是走的什么门路 竟让这种疯子进了宫 杨酿默契 我笑道 那宫女如何处置 韩叔全听您的 柳盈玉终究没能死成 沈清爵去替她求情了 今日暴雨 她却为柳盈玉 在宫门前跪了两个时辰 但有太后压着 就算她如今是玉前红人 皇上也没有轻易松口 窗外大雨倾盆 枝头的花苞被雨水打落 跌进泥中 我想起有次去复验 也是这么大的雨 当时我已有七个月身孕 行走不变 沈清爵便扶着我回去 正要上马车时 她的侍从低声对她说了几句话 她的脸色立马变了 没有任何犹豫 便松开了我的手 没留下一句话 便策马而去 此后整整五天 她都未归家 而宫中侍卫却告诉我 她未曾缺过一次早朝 我质问她去了何处 她却十分冷淡 只留下一句公事 便转身进了书房 甚至没给我说下一句话的机会 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 吃笑一声 公事公事 她总是这么说 公事繁忙 却是忙出了一个外事与私生子 彻夜未归 她是在郊外别院夜夜声歌 雨小一点后 我独自撑伞去了宫门处 雨珠打到手里的油纸伞 不住地倾斜 隔着一层朦胧的雨幕 沈清爵垂眸 静静地跪在地上 她浑身湿透 脸色苍白 显然快撑不住了 我平静地望着 心里却叹息 这天上 怎么就不下刀子呢 转身正要离开时 沈清爵却发现了我 她嘴唇念诺 面色有些难堪 阿叔 大人可要保重身体呀 毕竟柳姑娘还在牢中 我微微一笑 可别到最后 您在黄泉她的人间 有情人阴阳两格 怪让人难受的 不是的阿叔 她匆忙解释 我和她没别的什么关系 就她只是因为 她曾与我有恩 我撑着伞走到她身边 微微弯腰 看着她讽刺一笑 她对你有恩 所以你就还了她一个孩子是吗 你为了所谓的救命恩人害死了我 也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我一字一顿道 沈清爵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啊 她的身子忽然狠狠颤了颤 嘴唇抖动 却还是只吐出一句 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对我心怀愧疚 那就去死好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只恨自己重生的晚 现如今动不得你 说完 我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 裙脚却被拽住 沈清爵仰头望着我 面带哀求 阿叔 我可以离开京城再不出现 但你能不能放过阿玉 她得了疯病 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不知道 她是如何有脸说出这句话的 沈清爵 你知道你的阿玉对我说了什么吗 她说自己被爱人背弃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说我高高在上金尊玉贵 为何还要去抢她的人 真可笑啊 我谢寒书竟被人编排成了强盗 我把自己的裙脚 从她手里拽出来 平生说 她既认为我不是个好人 那我便如她所愿 还有 我杭志宫门又偏过头 笑音音道 不出现在我面前是没用的 因为我只想要你的命 我扫过沈清爵挥败腿堂的面孔 淡淡收回视线 转而去了大牢 牢内光线昏暗 脚下不时便有不知名的虫子窜过 柳盈玉头发蓬乱 蜷缩在牢房一角 我站在外面淡淡看着她 柳盈玉有所察觉地抬起头 看见我后 尖叫着扑了上来 她趴在铁栏杆上 满脸愤怒 整个人似是恨不得冲出来撕碎我 仿佛我与她有血涵深仇 谢寒书 你不得好死 你和沈清爵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渊源 以至于这一时候 我没有嫁给沈清爵 都能让她如此恨我 她紧紧攥着栏杆 死死地瞪着我 眼中不满血丝 文言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笑声 似所命的厉鬼 她说过 她说过要娶我的 柳盈玉又哭又笑 指着我说 你以为我天生就这么卑贱吗 我也曾是好人家的姑娘 也是锦绣堆里长大的 只是我阿娘死得早 小娘把我养在乡下庄子里 认识清爵的时候 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是我拿自己的钱接寄她 清爵教我读书写字 还会在我生辰时 为我做长寿面 她说着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 她还说 以后高中了会娶我 都是你 柳盈玉望向我 面容扭曲 如果不是你勾引她 她又怎会要 与我断绝关系去娶你 我突然觉得很悲哀 为自己 也为她 前世沈清爵为我自问 口口声声说对不起我 但柳盈玉呢 她明明也许给了她承诺 太后是想过 要给我和沈清爵赐婚 但我并没有答应 我看着她不满灰尘的脸 轻声说 而且太后问她 可有心上人识 她说没有 柳盈玉一愣 又立声喊道 你骗我 她才不是这样的人 她是怎样的人 你又怎么知道呢 我看着她 就像在看前世的自己 她是什么样的人 清楚的只有她自己 我帮你杀了她 不好吗 柳盈玉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杀了她 我做鬼也要找你偿命 我静静地望着她 半晌 开口道 那我帮你嫁给她 好不好 从运输房出来后 我的宫女不解道 郡主 那个女人这么可恶 嫁给沈大人 我挑眉轻笑 恶人吗 自然还是要让恶人去磨 笑这么坏 看样子是有人要倒霉咯 屋顶上传来一道细血的声音 我抬头去寻 看见魏领驱腿坐在一棵树上 正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这人怎么猴子一样 我心里诽谤着 行了的李 见过侯爷 魏领从树上一跃而下 凑到我面前 在心里编排我什么呢 她又饮酒了 好像是桂花酒 我隐约嗅到一股桂花香 淡淡的 还夹杂着竹叶的清香 好熟悉的味道 三妹妹三妹妹 魏领歪头望向我 在我眼前挥了挥手 我挥神 怎么了 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 她上下扫视了我一眼 又抱住自己 往后退了退 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 良好的教养 让我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 假笑道 我盯着侯爷 自然是因为侯爷太好看了 魏领咧了咧嘴 丝毫不在意我语气中的敷衍 三妹妹就是有眼光 谢侯爷夸奖 我再次敷衍的行恶的礼 转身朝宫门外去 魏领跟上我 三妹妹要去哪 去替皇上传口语 什么口语要你去传 赐婚的 给那个蓝鹿狗的 蓝鹿狗 沈清爵呀 雨后出情 纸地上流有积水 沈清爵垂头跪着 几背也弯了下来 十分狼狈 沈大人 恭喜恭喜呀 魏领自来熟地蹲在了沈清爵跟前 握住了她的手 上下摇晃 怪不得这几天 我看沈大人满面红光 原来是要喜事临门啊 我看着沈清爵苍白的面色 和透着迷茫的眼神 低头倾咳了一声 才忍住笑意 皇上口语 我垂眼 看着跪着的沈清爵 勾纯道 伺柳氏与新科状元沈清爵为正妻 择日完婚 沈清爵惊恶地望向我 沈大人似乎很惊讶的样子 我微微挑眉 但柳姑娘和我说 你曾答应过要娶她呢 沈大人的承诺 还真是不值钱呢 一边脸皮厚 一边没脸 直起腰 我一字一顿地说 大人 祝您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我转身离开 却被她拽住手 阿叔 我只说过 以后会报答她 根本没有承诺过要娶她 你信我 她用的力气极大 我根本甩不开 不动手动脚 就不会说话是吧 魏林面色冷肃 狠狠一脚踹在了她的胸口上 这一脚的威力大概不低 沈清爵直接飞出去老远 扑通一声砸在地上 就再也没了动静 死 死了 魏林嫌弃地瞥了她一眼 招呼目瞪口呆的我 走 去侯府 哦哦 我下意识跟着她走 直到坐在了侯府正厅里 我才醒回神 我就这么跟着魏林走了 你带我来侯府做什么 魏林给我倒了斩茶 你不是磕到头了吗 太医术的一群佣衣 多半只给你开些温养的方子 没什么大用 恰好一个老人提着木箱走进来 魏林道 张大夫医术不错 让他给你看看 我的头早就不疼了 想必没什么大碍 大夫也只给我开了几副自补身体的药方 魏林在一旁看着 突然开了口 再给她开几副养神的方子 我有些惊诧 魏林竟然知道我失眠 她听了我的疑问 瞥我一眼 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 我忙去寻能反光的东西 真的假的 那岂不是很丑 骗你的 魏林叹了口气 别找镜子了 一点也不丑 被耍了 我瞪了她一眼 魏林也不恼 反而在我走之前 又往马车上塞了几个箱子 这些是什么 魏林不以为意 一些布料首饰 我放了没用 不如送你 她摆摆手 转身往府内走 路上小心 她怎么老是送我东西 魏林 我喊住她 她疑惑地回头 嗯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父亲与二位兄长战死沙场 母亲殉情 祖母临终时 将我托付给太后 我七岁进宫 由太后亲自抚养 那时我和皇子公主们 一同在上书房读书 按理来说 魏林应该也在的 但我却从未见过她 直到长公主病逝 宫中才慢慢出现魏林的身影 她虽性情极好 却很少主动与旁人说话 如若不是那天我在择序时 迫不得已指向了她 我们两个应该会 形同陌路一辈子 魏林看着我 眨了眨眼 突然笑开 因为你是谢寒书 因为你是谢寒书 魏林的嗓音轻轻朗朗 营绕在我耳边 经久不散 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最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有人在哭 一个孩子 我好像变矮了很多 蹲在一个假山外 朝里探头问 你怎么了 假山洞里的那个孩子 止住了哭声 哽咽道 我阿娘不喜欢我 他让我去死 我想了想 说 那我把我阿娘分给你好了 那个孩子愣愣地问 阿娘怎么分 我阿娘在天上呢 我和他说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阿娘又不认识我 我想了一下 然后解开了双压记上 扎着的发带 把发带塞进洞口里 你拿着这个 这是我阿娘给我修的发带 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我阿娘看见这条发带 就会认识你了 发带给了我 你怎么办呢 我摸了摸另一个小舅舅 笑着说 没关系的 我还有一个呢 在抬眼 我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野之上 凛冽的寒风 卷起地上的雪墨 扑得人睁不开眼 我下意识抬起手臂挡住 在放下时 看见不远处 匍匐着一个身着铁甲 满身是血的男人 他正艰难地向前爬 我定睛望去 看见男人不远处 躺着一根素色的发带 和我给那个孩子的一模一样 我正住 男人费力地用手指 轻轻勾住发带 恰好一阵寒风刮过 将那根发带卷起 飘过我眼前 我清清楚楚地 看见了发带上 用银线袖的梳子 趴在地上的男人 抬起被血护满的脸 双目赤红 视线紧紧跟随着那根发带 喉咙里发出一阵 类似于困兽的哀鸣声 看清男人的五官 我激进尸声 魏林 当年我送了一根发带的男孩 竟是魏林 魏林听不到我的声音 他现在雪地里 又拼命向发带的方向爬过去 此时 天与地都突然震动起来 远处响起 马蹄声和铁甲的相撞声 黑压压的铁骑 似乌云一般 正往这边而来 我猛地想起 前世那个棺材里的残壁 一阵凉意自己鼓穿上头皮 我疯狂地向魏林奔去 魏林 快跑啊 我扑向他 整个人却穿过了他的身体 我正正地坐在地上 看着魏林固执地往前爬 铁骑已经停在了我们的面前 为首的那人细血地看着魏林 笑着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随后 他的目光变得极其轻蔑 随意地向身后的士兵们 做了个手势 士兵们欢呼起来 连战马也扬起前蹄思铭 我挡在魏林身前 眼睁睁地看着战马冲了过来 就在马蹄踏下时 我猛地感觉到一阵眩晕 在睁开眼 我看见了带着肚子的自己 和双脚离地 呈透明状的魏林 那时我刚有孕三月 魏林战死的消息刚传回来 沈清爵很少回府 我便独自一人回宫去祭拜魏林 扶着腰跪下时 魏林从自己棺材跳下来 皱眉道 我死了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肚子都这么大了 飞跪这一下作甚 回去时 在宫道上遇到一只土猫 因从小怕猫 我便命宫人把猫驱走 魏林飘在大灼肚子的我跟前 疑惑地自言自语 宫里的猫 不是全被我扔出去了吗 这只哪来的 我站在宫道上突然猝眉 小声自言自语道 奇怪 大冬天的哪来的竹叶香 回到首府府 沈清爵仍旧没有回来 我等到深夜 魏林在失魂落魄的 我身侧来回飘着 暴躁至极 狗东西 若我还活着 飞揍得他满地找牙不渴 第二天 沈清爵回府 我问他想用什么早膳 他匆匆硬一句都渴 然后把我关在了书房门外 我助力着发呆 魏林气得咬牙切齿 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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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林跟了我整整七个月 直到我难产死亡 我从没见过 魏林如此慌张失措的模样 他在首府府到处乱飘 声嘶力竭地吼着 太医呢 去请太医呀 他快死了呀 直到我咽气 他呆呆地助力在我踏前 然后又像从梦中惊醒一样 红着眼无头苍蝇似的乱转 为什么不把我也带走 阴曹地府的人呢 快带我走啊 快带我去找阿叔啊 郡主 郡主 我猛然惊醒 怎么了 宫女沉深回答 塞北起站了 塞北与京城相隔三周七十五成 站报道时 前线几乎已经全面崩溃 皇上深夜召百官入宫 调兵遣将 持援塞北 前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 满朝无一人敢主动请婴 皇上勃然大怒 意图御驾亲征 只有魏小侯爷站了出来 愿意前往塞北支援 并立下军令状 说是一日不平乱 便一日不归京 情况紧急 大军即刻集结 半个时辰后便要出发 在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提群向宫外奔去 前世的所有事都变了 就连战乱也提前了很多 就算我的提醒没有多大用 那也要是上一世 到了宫门前时 队伍已经快要出发 我穿过人群 竭力高喊 等一等 魏林 所有人都诧异地望着我 我无视那些目光 焦急地寻找着魏林 一时没留意脚下 突然被绊住 身子控制不住地向前倾去 我被人稳稳地扶住 三妹妹 你怎么来了 魏林穿着铁甲 眉目间多了些锐气 我喘着气 望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收回敦城 不能绕后突袭 魏林前世之死 是因在攻打敦城之时 敌军诈败 他率领一小部分士兵 准备绕后突袭 却遭遇了敌军的埋伏 他正住 正想要说些什么时 身后却已然有人在催 我推开他 微微一笑 快去吧 他垂眸看着我 情绪难辨 等我回来 我后退一步 弯了弯唇 好 我等着你 魏林走后第三月 第一个捷报传进京时 京中已经下起了鹅猫大雪 我坐在店前烤着火 听宫女讲 沈清爵和柳盈玉的八卦 沈夫人是个惯会 捏酸吃醋的 听说沈大人下潮时 撞到了一个宫女 说了不到两句话 谁承想沈夫人就闹了起来 那动静 隔三条街 都能听到她的哭喊声 还有前些日子 沈大人当职没回府 沈夫人直接带着人 挨个搜花楼 搞得大家都以为 沈大人经常去花楼看姑娘 御史台餐 她的奏本都能堆成衫了 沈大人那脸黑的 跟锅底似的 下潮的时候 冷着脸就往家走 结果第二天就告假了 听附近的街坊说 是被沈夫人打了 脸上好大一个巴掌印 根本出不了门 我和几个宫女笑成一团 魏林走后半年 我终于又收到她的信 信封中夹着一片枫叶 只有短短几行字 待来年开春 可悲一杯凯旋酒 要赢了 魏林快回来了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几乎抑制不住心底的喜悦和激动 小心翼铺开一张信纸 我一笔一画地写 望君平安 叛君凯旋 待把墨吹干 我把信封封好 看着窗外萧瑟的落叶响 如果现在是冬天就好了 信送出去后 到了冬至 朝堂却突然与塞北断了联系 玉京的天阴沉沉的 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 朝中一时间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我坠坠不安地等着塞北的消息 元旦前三天的一个夜里 玉京城门被扣响 一时来报 塞北大劫 沦陷城池 现已全部收回 我君已班师回朝 不出三日便可抵达玉京 举国欢腾 皇上下旨设天下减赴税 还拉着我商讨给魏领的封号 大君回京那天 皇上带着朝中百官去城外亲营 我站在宫墙上等了好久 却没见到半个人影 郡主 郡主 我转身望去 看到我的宫女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脸色煞白 小侯爷他 死了 人冰死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 双腿发软 眼前的所有一切都变得扭曲 耳边嗡鸣一片 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和呼吸声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魏领他食言了 醒来时 太后正坐在我的踏边闭目养神 我正正地看着屋顶 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要哭了 你方才昏迷时就一直哭 这样会哭坏身子的 太后冰凉的手掌 扶上我的脸颊 我这才发觉 自己已经满脸湿泪 喂 我一张嘴便是哽咽 便只好死死咬着牙说话 魏领呢 太后叹了口气 仿佛一夜苍老了许多 在塞北遇到了雪崩 没有找到人 我像是突然抓住了希望 没有找到人 那便说明他还活着 对不对 太后恋爱的摸了摸我的脸 轻声说 是 阿领一定还活着 我们等他回来 第五天 魏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却有将士在朝中弹劾 灵州刺史 调换军粮 以次冲好 由于军粮不够 魏领下令速战速决 同时也打了敌军一个猝不及防 在收回敦城时 他负责带兵升东击西 命令一半将士突袭 一切都很顺利 却在收兵回营时 遭遇不测 战马缺少粮草 暴躁不安 互相顶撞 思明声引发了雪崩 大雪埋住了主杖 而魏领那时 恰好正在帐内休息 灵州刺史背下了狱 秋后问斩 在查军粮一案时 却又从他身上 又顺藤摸瓜 查出了朝中有官员户籍作假 出生于烟花柳巷 没有人帮他入户 他出了青楼后 想靠读书考取功名 却因户籍原因 没有书院肯收他 后来他认识了柳盈玉 柳盈玉散尽财力 替他买了个户籍 户籍的园主人早已去世 沈清爵如今用的名字 便是户籍园主人的名字 而他真正的名字叫做蠢奴 怪不得他前世大费周章 将柳盈玉养在别院 这一世无论如何 也要救他一命 原来是怕柳盈玉 把他的事全都抖出来 沈清爵和柳盈玉 被立即下狱 听后发落 我没心思再管他们 只日日 派人去打听朝堂的消息 整整半个月了 还是找不到魏林 所有人都说他死了 我不信 我对沈清爵的态度如此反常 他却问也不问 还次自帮我 他送我安神药 可我失眠的毛病 是从与沈清爵成婚后才有的 我知道 他也重生了 他活了两辈子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死了 他说过 让我等他回来 我搬进了侯府 每日坐在门前等他 一天又一天过去 终于到了魏林信中 说会凯旋的春天 但他依旧没有回来 魏林是个骗子 我把眼泪擦掉 他没有在春天回来 他们开始给魏林搭灵堂了 我冲进去 砸碎了所有东西 有人说我疯了 有人说我可怜 我一把火烧了那幅空棺材 告诉他们 魏林还活着 没人信 太后也不信 他只牵住我的手 要带我回去 我不肯 看着素白的灵堂突然哭起来 娘娘魏林没有死 他真的没有死 阿叔 太后一字一顿的说 已经好几个月了 阿林很可能已经出事了 你清醒一点 是他们没有用心找 我哽咽着说 我去找 就算魏林真的死了 我也要把他带回来 如果你知道阿林的真实身份呢 太后突然高声说 阿林 是当年血洗蹲城的乌木尔干的儿子 你阿爹和你的两位兄长 就是死在乌木尔干的手里 太后红着眼 颤声说 那个畜生 他做的恶庆竹男书 皇上出身草莽 我阿爹算是开国功臣之一 当年皇上刚打下半个大庆 塞北一族却突然来犯 长公主魏茗玉 在当年是十分文明的金国枭雄 他率兵镇守塞北 却遭到手下人背叛 从而背擒 我阿爹兄长 为救长公主战死沙场 长公主回来后 一直身居剪出 再也没提过枪上过马 后来皇上为长公主赐婚 不久后魏林变出生了 而那位驸马也因病去世 这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怪不得又是同龄人 接避卫领如蛇蝎 有些大人看他的眼神也很奇怪 原来他竟是大庆人 最痛恨的乌莫尔干的儿子 现在你还想去找他吗 太后问 我抬眸望向太后 轻声说 我不管他是谁的孩子 我只要我的卫领 卫领可以因为 我只是谢寒说而对我好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 只把他当作卫领呢 三月春分 我驾马出城 往塞北而去 日夜兼程十五天 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里雪山遍布 天空上的白云 好似一伸手就能碰到 我在敦城拿着卫领的画像四处询问 却得到一个又一个否定的答案 在敦城待了近一个月 却没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在我准备离开去下一个地方时 敦城内却因为北边的一阵烟雾 而沸腾了起来 是乌达族的部落 乌达族的部落着火了 烧死他们才好 老天开眼啊 我看着远方丝丝举的烟雾 心里突然涌出一股预感 卫领一定在那里 没有犹豫 我翻身上马 奔向乌达族部落 浓烟遍布 残垣遍地 地上躺着一句句扭曲的尸体 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 站在部落中间 手里提着一个头颅 背影寄聊 卫领 我侧马狂奔 迎着风喊他 那人转身 惊诧地望向我 他在我跳下马时 扔掉手中的头颅 稳稳地将我抱在了怀里 我在他怀里喘着气 突然又哽声哭了起来 吓到了 卫领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 一脚把那个头踢出去老远 不怕不怕不怕 我不说话 只是在他怀里哭 一直哭到睡着 第二天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客栈里 卫领正坐在床头打瞌睡 醒了 不饿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他揉了揉我的头 我咬着牙 狠狠捶他一拳 下次不准装死 他痛呼一声 连连答应 好好好 都装死不装死 我又踹他一脚 也不准瞒着我任何事 比如重生 卫领把腿伸出来给我踹 只瞒了这一个 是吗 我瞪他 发带和前世跟着我的那只鬼呢 我知道了 卫领垂眸看着我 脸上全是笑意 还真聪明啊 那 他弯腰凑近我 鼻尖几乎要抵着我的鼻尖 呼吸都轻轻浅浅地喷洒在我脸上 你知道我心悦你很久了这件事吗 我整个人顿时僵住 结结巴巴道 我我不知道 他轻笑一声 直起腰 好吧 以后你会知道的 卫领确实被埋在了血下 但并没有死 他出来后迷了路 误打误撞走到了乌达族附近 于是便顺势而为 在乌达族内潜伏近三个月 找机会在他们平时 吃的水里下了蒙汗药 夜间悄无声息地割掉了首领乌木尔干的脑袋 乌达族没了首领 其余领散的部落便不足为惧 皇上封了魏领为林安王 并命他带兵剿灭其余部落 走之前 他对我说 最多半年 他一定会回来 他这次没有食言 大军凯旋的那天 我站在城楼上 笑着看年轻的将军 被众人簇拥着欢呼 一瞬间 他像有所感应似的 抬眸望向了我的方向 我们隔着欢腾的人群对视 谁也没有说话 却好似胜过千言万语 而后 他突然扬声高喊 谢寒书 人群属然安静下来 他就那么望着我 喊道 要不要喜欢我一下 话落 人群傅又沸腾起来 他站在宣闹之中看着我笑 灿若星辰 和魏领成婚后的第七天夜里 他依旧倒头就睡 我心底隐约有了个猜想 魏领 可能不行 第二天吃早膳 他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我便尝试着开了口 阿琳 你有什么难处 可以直接和我说 我们是夫妻 没必要瞒着的 真的 他惊喜道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那我真说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就是 能不能再多给点银子 我身上就一堆铜板 他们老笑话我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保持微笑 可以 他欢呼着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二叔真好 没有其他事了吗 我斟酌着开口 比如说那方面 他懵 哪方面 那方面 他更懵了 哪方面啊 你就说你是不是不行 我一股作气地开口 魏林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黑了下去 他咬牙切齿 谁和你说的我不行 我们都成婚这么多天了 你倒头就睡 我有些心虚 我怀疑也是正常的 吧 他站起身 啪 的一声抽走了自己的腰带 随手扔在椅子上 笑得让我两腿发软 冷落了阿叔 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在不知道递多少次被魏林弄醒后 我气得一口咬在他肩膀上 他轻笑 还有力气咬人 看来还不够 我吓得松开嘴往后退 疯狂摇头 够了够了够了 却被抓住脚踝拖回去 他欺身压上 嗓音音哑 阿叔既不满前七日冷落了你 那今日便全都补回来吧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前世亲眼见我死于生产 他不愿再让我走那一趟鬼门关 于是找了大夫 拿个方子 毕竟是让男人断子绝孙的药 大夫叮嘱他 一定要喝七日 并且不能同房 坦白后 他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这种似要把身体撕裂般的痛我仍记得 现在还心有余悸 但我觉得 魏林似乎比我更怕 我前世经历的苦难 他都亲眼见过 所以他更怕 怕我痛 怕我难过 怕我流眼泪 爱上一个人 似乎总会多出很多顾虑 有次我又梦到前世 自己浑身是斜躺在榻上 身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想要爬出来 醒后吓得大哭 魏林彻夜未眠 抱着我一整夜都没撒手 我睡着后 他似乎出去了 回来时身上还流有淡淡的血腥味 他的侍从告诉我 他在那天夜里 亲手凌持了沈清爵 我叹了口气 钻进他怀里 你为我好 我是知道的 魏林这才松了一口气 抱住我 轻轻吻了吻我的唇角 就我们两个人 不会再有其他 好 就我们两个人 晚安